PS5一套要多少钱 上次直播连线的时候 有位同学问我 他想用PS5玩COD19 总共要花多少钱 这个视频我和大家共享一下 有需要的同学可以准备好纸和笔 第一个PS5主机标准版 它默认带一只手柄 国行的价格是3100 日版的价格是3000 这是目前能买到的价格 如果你注重保修 买国行光驱 我的这台就是国行 如果你觉得备份登陆麻烦 可以选日版 下一个那就是游戏 游戏可以买数字版 也可以买光盘版 在这我推荐买光盘版 COD19目前价格是 二手的400出头 全新的450多 光盘和数字玩起来 效果是一样的 功能是一样的 但是光盘版是可以卖的 你比如说花450买了 玩了几个月觉得不好 还可以400块钱 或者再便宜点卖出去 损失更少 如果买的是数字版 那只能砸手里了 顺便提一下 如果你想全面体验一下PS5游戏 可以买PS的二档会员 一年515港币 人民币470多 这里面有很多大作 像什么双人成形 战神4 对马倒之鬼 蜘蛛侠 而且每个月还有很多新游戏入库 一年515港币 一年515港币 等到11月份的时候还能便宜点 打个7折左右 第三那就是会员 如果想玩COD19这种在线游戏 至少买一个一档会员的 一档会员的一年的价格是308港币 一个月是48港币 这个二档会员 一个月是75港币 它包含了一档会员的所有功能 第四个就是加速器 因为我们玩的游戏是在港服 是和全球的玩家对战 所以我们需要一个主机的加速器 这种加速器有很多 像这种盒子 一般硬件的价格是160到260之间 一年的会员要加100块钱 所以说这个硬件加盒子一年360 第五个就是这种固态硬盘 内置的固态硬盘 插在PS5里面 PS5主机里面内置了固态硬盘 剩余空间有600多个G 像这个COD19它占用了120个G 按说还能装几个游戏 像硬盘这种东西可以以后再升级 以后再扩展 目前这种硬盘的价格 2T容量的是主流 国内品牌的五六百块钱 国外品牌的一千出头 记得要马甲 马甲就是外表的一个三热器 把上面的东西全加在一起 按照高的价格算 一共是5200多块钱 这个价格算高吗 你们认为 回顾当年PS5首发的时候 在那段日子 一个PS5的单机标准版 就得8000多块钱 还得抢 更何况那个时候 还没什么PS5专门的游戏 其实这个PS5除了这个主机单机的标准版之外 剩下的都是可选项 可以不买会员 可以不买游戏 只玩免费的游戏 也可以不扩充硬盘 那能玩什么呢 PSN商店里面有一个免费的游戏库 像宇宙机器人 元神 守望先锋2 PUBG吃鸡 还有APEX 等等等等 很多 以上内容给各位要买PS5的小白同学做参考 看视频的各位 你们在PS5上一共花了多少钱呢